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七月与安生的确是遇到了好的导演 好的团队 然后好的对手 一切都是对的 但是以后怎么样 我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惨特的 《四纯妹子》可真是谦虚 七月与安生可以说是《四纯妹子》的爆发之作 戏中与周东宇互标演技 让观众看得直呼过眼 虽然在电影中是双声花 但马思纯还真没想过能够两个人一起拿奖 我其实当时因为我真的坐了就五个小时了 我就觉得赶紧结束吧 然后我听到周明明的时候 就是突然放松了 我就觉得因为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选齐一 我觉得应该是他 因为他的角色会更淘气一些 观众更容易看出来他的那种好吧 因为七月毕竟没有那么张扬的表演嘛 对 我就想如果那就是他 我其实真的挺开心 也是实至名归啊 我没想到后面还有一个 因为据说是金马尔历史上第一次 双女主的那个双黄蛋 所以很开心 一般得到影后加冕之后 演员们都会对自己的事业有重新的规划 毕竟有了新头衔 责任和压力都更大了 但耿直的小马哥直言 说自己没有计划 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这单纯的妹子 也是对的小编无话可说呀 就是还是这样 因为以前就是 我喜欢什么样的角色 我喜欢什么样的戏我就拍 我从来的标准就是一定要我喜欢 我有热情去拍 以后还是这样 我觉得就对 就是顺其自然吧 采访结束之后 马思纯与粉丝边聊天边走出机场 但在聊天中 居然让小编听见了马思纯 鼓励自己粉丝努力减肥 看来这年头 想追个爱豆 真心不容易呀 谢谢 你剪杯醋了 你剪杯醋了 在这儿 好 微博上回来 每次见你 不要说的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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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